只要你、我、甚至是每一个用车的人都愿意改变的话 那汽车所带来绝大部分的问题 我们其实都可以解决 举个例子 如果每一个用车的人都有共同搭乘的概念 那世界上的车和汽车造成的污染 可能就少了一半了 那如果再进一步 就能够设计出只载一个人的短程载距 符合都市通勤 所需这样的超省能小车 碳排放量 可以不到现在汽车的十分之一 甚至未来有没有可能 我们每次搭的车都能针对人数、里程 路况的需求来设计最精简而灵活的载距呢 听起来很疯狂吧 怎么做到的呢 我们倚靠的就是突飞猛进的智慧科技和通讯技术 几年前可能还没有人会想到GPS行车记录器会那么普及吧 而不久的将来智慧防撞 无死角环境 夜市系统 可能都将成为车的基本配备了 未来车将会越来越聪明 未来回到GPS行车的迟拨 没有 感谢观看